大家好 昨天深夜韩国瑜在脸书发了一篇文章 大一就是说他要兑现 就是九合一大选之前的承诺 要全新的服务高雄人民 带领高雄人民拼经济 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他不参选总统 他要全心全意的为高雄人民服务 毕竟他当上高雄市长才几个月 哪怕今年下半年开始参加总统的初选 那么他在高雄市服务不到一年 从道德上或政治伦理上有一定的瑕疵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那么台湾的选拔法并没有规定 就是说你在市长上任几年才可以选总统 所以说他从法律上没有问题 那么在道德上或者是政治伦理上 可能有一定的问题吧 但是我看脸书的回复吧 很多台湾人民的也包括很多的高雄人 还是希望他能够去选总统 我觉得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吧 第一点就是脸书上很多评论 就是说你输了台湾赢了高雄又能如何呢 这个大概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仅仅做一个高雄市长 你很多事情依旧做不了 这个高雄的发展依旧面临着很多的桎梏 比如这个陆委会扯后腿了 而且两岸之间的政策很多根本性的东西不改变的话 那么对高雄市的经济可能会有一个短暂性的增长 但是从长期看呢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比如在国内的话 韩国瑜来的话 国内反对他的声音非常多 那么这个台湾卖了几货贵的水果 目前在沃尔玛呀等等超市已经上架了 但是很可惜啊 基本没什么人买 包括比如昨天群友在四川的也讲 四川的沃尔玛台湾的凤梨 对吧 大家指指点点吧 围观的人也觉得这个台湾的水果卖了大陆赚了钱 回台湾又上美国买F-16飞机去了 所以大陆的人民也不太高兴 大家也没买 如果大家都不买的话 那么这个水果是四年的合约啊 那么后续的合约是否还能够如期旅行 也值得上去啊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压力也很大 对吧 而且他这次来大陆的话 那么我之前录过一个视频啊 在微博上或在哪里也好啊 骂他的声音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吧 一个是大陆的压力啊 嗯 其实卖东西不容易了啊 也要陪着笑脸啊 譬如从网上的一些照片吧 对吧 他做的也比直 对吧 年纪也大了 其实像我这个年纪腰就不太好了 他那个年纪腰可能更不好吧 啊 那个都要保持坐姿 对吧 笑脸赢人吧 呃 总之吧 啊 也不算很容易吧 那么来大陆卖了一些水果的吗 回岛内呢 呃 还要遭到各种的攻击啊 这个民进党的四年呢 没干什么正事 还不让别人干正事 呃 所以嗯 他仅仅做高雄市长不选总统的话呢 依旧会让高雄以后面临着这种困境吧 就是他想做事情 民进党不让他做 那么他往往会处在这个两岸三地当中吧 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对吧 啊 那么如果在台湾啊 包括和大陆 这个大的政策方面 也就是说啊 总统权限和陆委会权限之下的这个两岸政策 之间不做一些调整的话 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经济很难有根本上的起色 啊 两岸之间很能很难呢 建立一个互信机制 这个互信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之间 也包括呃 政府对人民之间 那么第二个我看很多高雄人的评论 反正说他这一年啊 啊 不到一年这几个月干的 比陈局过去八年干的都好 呃 我给大家 我不太了解高雄的情况 我看很多评论吧 呃 说他来这几个月吧 这个鹿 鹿平的问题啊 在逐渐的解决 很多鹿已经在搞平了 啊 这个呃 观光的人也多 然后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啊 都关注高雄 呃 在一个高雄确实也 有一些实质性的投资 进入了高雄 啊 那么呃 高雄那些饭店也客也在逐渐的满啊 呃 夜市呢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最就是最繁华的时候繁华吧啊 但是比那个最衰败的时候啊 也有所改变 算是一个真正为高雄做事情的人吧 呃 啊 那么岛上的绿营也好 独派也好啊 或者包括一些国民党 呃 对他是非常的不满的 呃 那么 呃 有的明着实败子 有的按着实败子吧 或者有的明着扯后腿 有的按着扯后腿 呃 都是呃 对他进行各种的牵制 各种的掣肘吧 不管做什么呃 都会打你 对吧 都会骂你 都会批评你 嗯 其实我觉得他的心理 还算很强大吧 如果心理不强大 可能自己首先就受不了了 呃 就有点要崩溃了 那么 第四点啊 我觉得是美国方面的压力 呃 其实美国方面的压力呢 呃 主要来自于中美贸易战 这个大背景之下 呃 这个陈平老师啊 在眉山 眉山论剑 谈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曾经说过 那么一旦美国和中国 这个贸易战啊 美国什么牌都没有的时候 他一定会用台湾牌 那么目前来看 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牌了 呃 像我之前做的视频 美国啊 今二 去年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份 到二零一九年的一月份啊 乃至二月份 美国的外资流出是大量的啊 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呃新高 那么中国的外资流入啊 反倒 流入也创了一个新高 也就是说美国的外资在大量的撤出啊 中国的外资在大量的流入 那么包括周边的关系 对吧 东南亚的啊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呢 在逐渐的理顺啊 那么包括和 嗯 意大利了啊 德国 法国啊 也就是说和欧洲的关系啊 比如AIT啊 在前几天第一次会见 呃台湾的外交部部长 那么AIT美国在台协会啊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啊 理解成等同于吧 美国的外交部对吧 那么双方的外交部长见面 在以往肯定是有见面的 但是都是私下会面 那么这一次啊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高调会面 而且找记者开发布会 那么啊 这个东西就很有指标性 或者这件事情就是 这就是向外界高调的表示啊 美国要呃 介入台湾的 事务介入台湾的选举吧 啊 或者是把台湾当成啊 贸易战当中和中国大陆 进行贸易谈判的最后的一张棋子 啊 然后呢 就是美国的国会 对吧 现在要通过一个法律 啊 这个法律啊 甚至包括向台湾驻军派 派军事指挥官等等 如果这个法律通过了 对台湾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有可能会将两岸导入战争状态啊 对吧 如果他美国真的像台湾派军队 或者派指挥官的话 会把两岸导向一个啊 战争状态 那么真正的打仗 其实两岸的人民啊 都是不想看到的啊 呃 那么从美 除了美国吧 美国目前是挺想看两岸打一仗的啊 因为在这个贸易战的格局之下 美国已经没排可打了 那么从中国来讲啊 像以前我说过 台湾小事情 世界大事情啊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啊 这个包括国内的产业升级啊 产业的改革吧 然后5G的啊 稳步布局 包括呃 这个RCEP啊 啊 这个南海啊 战略 还有呃 东北的话 再开始谈呃和日本韩国 正在准备谈中日韩自贸区域 然后是这个一带一路了 等等这么多的啊 大事情要做 那么台湾这个事情啊 并不能摆上日程 它不是很主要的事情 呃 那么对中国大陆目前的局面来讲 就是暂时先把台湾稳住 希望在台湾的这个地方啊 不要发生乱子 不要发生呃 战争影响到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面和大国局 呃 那么但是啊 呃 但是在美国贸易战没牌可打的时候 那么中国不希望发生什么 美国就更希望发生什么 对吧 呃 然后还有美国国务卿啊 公开的支持蔡英文 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啊 所以这个呃 美国 可以说在这一次台湾的大选当中啊 表现的极其高调 而且是历史以来啊 从来没有过的高调 对吧 啊 比如这个马上这个国会要通过一个对台的新法案啊 呃 国务卿支持蔡英文 那么AIT啊 公AIT的呃 主席公开和外台湾的外交部长见面开发布会 对吧 所以呃 所以啊 韩国瑜面临着美国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那么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啊 呃 美国希望韩国瑜能够呃解释三个事情 一个是一国两制 一个是呃 九二共识 再一个就是韩国瑜如何看待应对和面对习武天 对吧 呃 这三个方面呢 呃 也给韩国瑜极大的压力 那么他目前呢 呃 还是一个地方首长 严格说呀 这三个方面应该是台湾的总统应该面对的 那么他现在是不应该面对的 但是他是目前啊 下一任台湾总统 从各种民调来看都是最高的一个候选人 那么他又难免的啊 不面临这些问题啊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四月十号吧 就是呃 台湾关系法通过四十周年 那么在这个台湾关系法通过四十周年的时候 那么美国会不会啊 在纪念活动当中会呃 通采取一些比较过激的呃 行为或者言论呢 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吧 呃 但是不管怎么讲吧 就是美国现在啊 呃 把台湾当成一颗非常重要的应对中美贸易战的 啊 棋子 呃 那么现在呢 也可以说2020啊 台湾的大选 几乎上是呃 台湾G98台海 呃 96台海飞弹危机以来最重要的 而且最自由 具有指标性 同时也最具有风向性的一次大选 啊 那么 从表面上来看 他是一场统独之争 那么从实际来看啊 他就是一次中美之争 那么中美之间 嗯 分别要在台海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这次选举啊 啊 那么究竟是倾向于大陆还是倾向于美国啊 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啊 那么在这种大国格局 大国角力 还有呃 两岸啊 两岸之间 也包括台湾内部啊 这个统独之间 蓝绿之间 这种大选拥大背景下 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呃 韩国瑜呢 其实他一直要维持现状的 比如他说 他总讲这个经济一百分 政治零分啊 呃 当然选地方首长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要选总统的话 这个就不可能经济一百分 政治零分 就必然要经济五十分 政治五十分 对吧 经济政治两方都要抓 两方都要谈 两方都要表态 那么拒绝表态是不可能的 如果拒绝表态的话 很容易啊 双方不是人啊 在台湾岛内可能会 呃 很欢迎他吧 台湾岛内可能更多的倾向于维持现状 呃 但是在中美之间呢 对吧 都是需要你表态的 美国需要你表态 大陆也需要你表态 那么呃 台湾的事情啊 是基本上是不允许 不允许台湾做主的 尤其是在呃 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关键的时刻 那么呃 尤其是在美国要把台湾当成一个最后的牌的时刻 对吧 呃 所以台湾表不表态 已经不由台湾做主了 呃 那么所以简单延伸一下2020的大选吧 那么台湾这次2020大选啊 呃 既然是一个统独之战 中美之战 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呢 就非常有指标性的意义啊 呃 那么如果是 嗯 简单说吧 如果是绿营了的话啊 那就是台湾可能就是政治100分啊 经济0分 对吧 呃 台湾现在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贸易逆差是500亿美金 也就是说没有露台贸易啊 台湾的贸易亏损是500亿美金啊 呃 这500亿美金当中呢 呃 我看很多台湾人老讲台积电占大头 其实你好好看看数据 台积电虽然占的比例很大 但是他占的不是大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台积电的大部分钱都被美台积电的盈利三分之二都是被美国分走的啊 他并不留在岛内 那么第三台积电虽然啊产值很大 但是带动的就业很小 那么他和大部分台湾人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啊 你像这个农鱼产品啊 台湾全岛上的农鱼产品的出口额啊 才能赶上一个台积电 但是啊 这个农鱼产品所设计的家庭所带动的就业是非常大的呢 呃 简单说就是这个农鱼产品啊 是可以让人就是过上一个普通人的日子 那么台积电这个出口会让很多人过上有钱人的日子 呃 那么但是过上有钱人的日子的人终究是少数 那么过上普通人的日子是大多数 也就是说这个农鱼产品呃 的出口啊 涉及台湾的大部分人不仅仅是农鱼产品啊 呃 也包括一些手工业制品啊 还有包括一些中低端的工业制成品啊 那么在台湾的这些产品都是出口大陆的 那么这些东西都涉及到的人员非常多 但是啊 那但是还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这些产品都有替代性啊 比如台湾的水果啊 对吧 呃 这个菲律宾呢 马来西亚啊 现在也需要大陆多进口他们的水果 对吧 那比如杜特利啊 还有马来西亚的啊 马哈迪对吧 之前和中国的啊 习总习近平主席吧 进行会面的时候都谈过都请求过 希望中国多进口他们一些香蕉 菠萝 等等吧 所以说这个农产品啊 中国大陆呃对台湾来讲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 不进口台湾的东南亚的有的是啊 这个低端的工业制成品也一样了 那中低端的吧 不进口台湾的啊 这个东南亚有的是啊 目前只有台积电是没有替代性的 但是像前面也说了 台积电真正能给台湾带来的就业是很少的 对吧 那么对台湾更多的人来讲啊 你并不在台积电工作 呃 那么同样的道理 对台湾更多的人来讲 你从事的这些产品的出口啊 农产品 鱼产品 中低端 工业制成品也也好 那么呃 美国会不会买你的呢 对吧 如果呃 到时候你选择了美国的话 那美国会不会买 美国显然不会买 呃 美国不但不会买 那么通过这个国会 如果通过这个美国新的国 呃 台湾安全法的话啊 这个法律 美国要向台湾驻军啊 派军事人员 军事顾问人员 那么我们从美国 呃 在日本韩国派的驻军和军事顾问人员 来看的话啊 都是要交钱的啊 那么而且川普上台后觉得交的少 你还要多交 那么所以呢 台湾未来也是一样 你可能你出口的产品会越来越少 美国不买 大陆也不买你的 那么你要承担更多的更高的军费啊 当然我这是有个前提 在大陆不干涉的情况下 那么大陆不可能不干涉 那我们就假设大陆不干涉了啊 那么那就最坏的情况就是大陆不买你的产品了 呃 然后呢 你要承担更高的军费 呃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呃 选择大陆这一边 呃 选择大陆这一边的话呢 那么情况和美国那边相反吧 就是呃 经济大概是80分 政治不可能是零分啊 政治可能是20分 因为大陆的话 对台湾的政治诉求其实不是很多啊 嗯 政治诉求嘛 主要就是统一嘛 对吧 其他的政治诉求是没有的 所以2020啊 归根结底啊 就是一次统独之战 或者是一次中美之战 已经不能模糊 维持现状 已经不可能了 没有维持的空间 呃 哪怕大陆想模糊一下 美国也不想模糊了 因为美国已经没牌壳大了 对吧 啊 在这个贸易当中啊 呃 那么当然还有啊 我忘了说还有第三种情况啊 第三种情况就是 美国卖掉台湾啊 比如这个希拉里 邮件门已经很清楚了 希拉里要一万亿美金 把台湾卖给大陆 当然大陆不想出这个钱啊 如果出这个钱啊 台湾早就归大陆了 大家都觉得台湾 为什么要出一万亿美金以外 为什么 对吧 一 也就是说 台湾叫一兆 美金 那么大陆为什么要出了一兆美金呢 我们不想出啊 呃 那么希拉里的邮件文 就是大陆如果出 不是让大陆直接出钱 因为大陆持有美国啊 一兆 嗯 多一 不是 一兆多美金的美债 就是啊 希拉里的意思是 大陆把这个 美债的啊 所有权交给美国的啊 白贡 那么美国可以不管台不但啊 不管台湾让台湾啊回到大陆 而且如果台湾有意见美国可以帮着去压制一点 换句话说 就是只要大陆把这一兆美金的美债给了美国啊 那么如果台湾你不想回归 美国我就帮大陆打你 呃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啊 从邮件门到今天啊 包括我之前一期视频讲过 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啊 会见毛泽东抬台湾 那么台湾永远都没有变过 他永远就是美国手中的啊 一哥棋子一张牌 而且美国对这张牌也没有什么感情 他要的就是利益 所以啊 就存在第三种情况 啊 那么如果中国大陆在贸易战当中啊 给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的话 那美国迅速就不再干涉台湾了 对吧 所以归根结底啊 他在贸易战的就像陈平老师说的 对吧 嗯 台湾是美国贸易战的最后一张牌啊 那么他这既然是贸易战的最后一张牌 他出这张牌啊 他的意图依旧在贸易战上 那么就是让中国在贸易战上做出关键性的让步 嗯 那么我个人觉得啊 到这个贸易战打到这种程度啊 中国大陆也未必 我我个人觉得吧 啊 不代表别人的意见吧 也不会再因为台湾做关键性的让步了 因为台湾的价值已经越来越低了 在用韩国瑜的话讲 鬼混二鬼混三十年啊 你再鬼混个 再鬼混个几年啊 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吧 这个台湾重要性越来越低 也越来越没什么用的 呃 所以大陆很难呢 啊 而且中国有句 呃 再补充一下 就是大陆很难会因为台湾在贸易战中 做出什么关键性的东西 因为你现在不怎么值钱了啊 那么 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讲吧 就对未来台湾的政治局面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兵来降党啊 水来吐烟 对吧 啊 那么分析过中美之后 我再回到韩国瑜吧 那么韩国瑜这篇脸书 虽然透露出非常明确的 他不选2020 但是他也未必不会 不真的不选2020啊 就像之前是刚才说的第一点那样 那么韩国瑜现在面临一个道德上的瑕疵 如果他选2020 容易被反对派或者民进党 大肆的攻击上的一个瑕疵 就是你做高雄市长不到一年 你就去选总统了 虽然很多高雄市民会原谅他 但是他依旧背负着十分巨大的政治压力 那么他现在名 现在啊 表现出不选的欲望 那么到时候啊 就是我我觉得韩国瑜也有 当然我可能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也许韩国瑜没有这个想法啊 但是我个人有这个想法吧 我觉得他可能是 以退为进啊 倒逼选民拱我出来 倒逼高雄市民啊 一个推我出来 那么到时候啊 对手要打我 他也没法打了 对吧 因为说我已经明确说了 我九合一选高雄市长 我就要服务高雄市人民了 可是高雄市人民就非要让我出来选总统吧 对吧 这个时候你打我也没有用了啊 那好啊 今天这期视频就说完了吧 那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吧 我个人觉得吧 韩国瑜个人还是比较艰难的吧 夹在各种势力的漩涡当中 对吧 而且除了高雄蓝英的市民吧 可能还有中间的选民吧 剩下的高雄市民 很多人也不支持他 对吧 在高雄反对他的声音也很大了 主要是绿营 毕竟陈其迈在高雄也是好几十万的选票 然后啊 包括中央的啊 陆委会的等等吧 还有这个台湾省部分区立位啊 王浩宇啊 还有那一票的人对吧 天天追着打 这个是岛内的 那么我们再说岛外的啊 中国啊 比如大陆对吧 大陆的人民对他意见也超多 感觉又是九二共识来骗钱的啊 然后美国的对吧 这种多方面的压力 多方面的角力啊 对他来讲可能也有一些喘不过气来 那么所以我觉得吧 多一些理解 少一些科则比什么都好吧 那么尤其是 不管是台湾也好 大陆也好吧 那么就像前面分析的吧 那么台湾小事情 世界大事情 那么中国大陆的话 未来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 那么美国也把台湾当成贸易战当中最后的一张牌 所以啊 所以给韩国瑜多一些宽容吧 尽量啊 让 就像我之前有个视频说的 对大陆来讲吧 至少啊 保障台湾在五年之内不要出事 给我们五 再给我们五年的 平和稳定发展的空间 那么啊 买个几十亿的农产品啊 不算什么大事 那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